师父 您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想师父忏悔以前不懂事 做错了很多事情 包括懒惰 功高我慢 自以为是不尊敬他人 不诚实 自私 现在意识到自己很多的劣根性 感到非常的惭愧 恳请师父的慈悲原谅 好好的念经啊 要做一个好孩子啊 你要知道 你忏悔了之后 你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啊 你不肯承认自己这些不忏悔的话 你就自己觉得很难受啊 你知道吗 浑身脏啊 明白了吗 嗯 确实 有时候感觉自己 有时候配不上一个学佛人的称号 就觉得自己连有些不学佛的人都不如 那你已经进步了 你这样已经进步了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 你已经是进步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啊 明白吗 啊 不要 不要弃乃 师父 请开始几个点播我一下吧 不要弃乃 作为一个人来讲 你既然到了 人到了 你就不可能像菩萨一样的活着 你只有修 学 你才能像菩萨 发现自己的错误 啊 那已经是觉悟了 对不对啊 啊 你如果马上改变了 那是在顿悟 马上就顿时就改变了 啊 你不停的在修心 啊 那叫测悟 啊 等到你完全修成了 啊 对不对啊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完全圆绝了 我们说圆绝了 就圆 圆满了啦 绝悟了 圆满的绝悟了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师父 啊 知道自己错误是好事情啊 啊 很多人就是自己做了错了永远不知道的 公告我们 不知道公告我们 啊 啊 执着 他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执着啊 你跟他讲 他就不敢 你跟他讲五次他还是这样 他以为他是对的 你说这种人可怕了 嗯 他还老觉得是为人家好 他还老觉得我在帮别人 嗯 对的 师父 他还不救你 我说了 你有一种种地方